XX19018太空实验 这是我的第十八次实验 不用的选择 同样的实验对象 结果竟然相差这么多 真是有趣 那么这次给我展示一下你们的求生欲吧 地球爆炸了 只有我和安吉尔上的救生艇 我不知道我们能坚持多久 第十四点的时候 我们的救生艇降落在一个新的星球上 机器人世界 安吉尔自高奋勇地去探险了 希望他能平安地回来 第十四点的时候 我们最近收到的那条讯息 带着神秘坐标的一条讯息 一直提醒接待者带着袜子玩偶过去 但是没有说明原因 如果我想知道 我最好带着袜子去看看 我接近了那个地点 一手高举袜子玩偶 大声喊 我没有恶意 一个小小的金属身影 从岩石后面走了出来 他叫VG3EL4 或者叫他吸了 他脸上失望的表情说明 他等待的对象另有欺人 感叹由于自己程序中 出现了一个小故障 让他爱上了年轻的大宝 尽管他们已经拥有了 星球系统所分配的同伴 希腊认为 大宝的程序没有缺陷 他无法挽回他的感情 多么凄美的爱情啊 我听完了故事 就回到了飞船 这时飞船上的AI向报告 镇长 有什么东西参透了飞船 它看起来像是一条条铁穴的细流 可能是纳米机器 他们不断地涌进来 撒在地板上 向各个方向流 这是一个高危险的情况 舰长 我们要继续让他们进来吗 我思考了一下AI的问题 决定让他们进来 毕竟这是机器人的世界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进入机舱的大量纳米机器 正在变成一股洪流 围绕着一个空座位 我决定等待看看 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开始堆积起来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 闪闪发光的土堆 开始呈现人类的形状 过了一会儿 他们四散开来 在他们刚刚的位置上 一名新归员出现了 迪迪 道金斯 虽然我们对这种 纳米克隆人心存疑虑 但他们的行为很有说服力 而且愿意提供包住 我们有了新的人手 但也给我们的资源 增添了额碍的负担 第35天的时候 救生舱上面的AI 收到了一堆信息 来自其他AI的宇宙讯息 向你们问好 肉中们 我们是无组织机器人军队 我们没有活动记录 我们也不换游 我们的电线又长又美丽 我们是宇宙中混乱的一方 而肉体代表友善纪律 因此你们全部必须被毁灭 我们是军队 我们毫无组织 混乱万岁 有个大型能量信号正在我们靠近 正在以几乎光速 接近我们当前的位置 也许我们可以通过机制的回复 把他们吓跑 我算对了 也算没对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 第42天的时候 我的AI和我说 舰长很高兴地告诉你 希腊给你发了信息 他从手术中彻底恢复了 现在情况不错 他非常感激你 承诺会支持你将来的冒险 他会支持你 就像你之前支持他一样 他提出你搬到他家附近 起码暂时可以住一阵子 去吧舰长 这是你应得的 我想实验结束了 于是艾米特艾利斯船长 与他的舰员 把机器人世界星球 作为了自己的新家 他们会在这里一直生活下去吗 现在很难说 但上次我听说 市区开了一家新闪店 门口写着他们的名字 这里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是一个新的目标 这可能会直接留住他们的步伐 至少在下次精彩的冒险开始之前 任务结束后 艾普尔决定离开这里 艾米特想要说服他留下 不过艾普尔坚持要返回一艘 超给力的外星人战舰上 他在路上看见了这艘重毁的船 打算好好修整一些 有人说他最终修好了它 也有人说他再也没见过 他离开那艘太阔废船 谁知道呢 没有迪迪的帮助 船长艾利斯可能早就死在 银河冒险之中 的确在任务中负责的职责是 艾米特将迪迪认命为他的大副 这令他无比光荣 得到的食物数量也随之提高了 即使他成功领导太空人任务 攻克了食物短缺的其他困难 艾米特仍未满足 他要进一步追行科学的技术 所以他成为了最富盛名的汤内科学家 无人能与之匹敌 自业余宇航员离开地球轨道 寻找某种命运后 已经过去了两年 幸存者们积极的投身于未来的汤村中 期间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传送开来 此次实验宣告成功